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少年新聞週記 只要是你care的事 通通我叫你 我是潘兆雯 本期節目精神的很多好料 趕快透過我們鏡頭 幫你抓重點吧 台北市成功高中 每年的畢業考之後 有一個傳統 那麼就是應屆畢業生 會把書本由高樓往下丟 宣誓要告別高中生活 不過今年卻傳出 有再降生趁亂施放煙火 那麼學務主任 還差點被火花給噴到 由於這樣的行為很危險 那麼校方將以校規進行懲處 除了校園安全之外 同學們也要提防 網路詐騙事件 特別是國高中生 開始有自己的手機 以及零用錢之後 幾乎每五個就有一人受騙過 那麼究竟詐騙的手法有哪些 又該如何預防呢 稍後的MinerC聽大膽說 帶你一起來深度探討 新聞類開始帶你來關心 腸病毒的疫情 最近中小學傳出不少病例 疾管署公布的資料顯示 上個禮拜腸病毒門急診 就診人次將近一萬四千人 那麼比前一個禮拜上升了 百分之十七點三 這也創效了十年來 同期最高紀錄 機關署提醒 目前除了腸病毒A71型之外 其他類型都還沒有疫苗 那麼五歲以下 幼童是屬於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群 一旦感染就要特別觀察 有沒有出現重症的前兆 包含試睡 手腳無力或者是麻痺等等 如果持續的嘔吐 呼吸急促 一定要趕快到大醫院就診 今年第一道梅雨封面已經報導 那麼全臺灣各地嚴防豪雨 同時要留意 可能會出現極端氣候的現象 梅雨的封面 狹帶雷雨包 那麼會出現閃電 雷擊強震風等劇烈天氣 未來的一個禮拜天氣極不穩定 臨近臺灣的香港澳門 四月三十號出現了狂風暴雨 冰雹 甚至還疑似出現了水龍捲 接下來就要進入梅雨季 氣象署就提醒 如果封面再加上 新南進風等大氣的條件配合之下 臺灣有可能會出現 類似的劇烈天氣 未來將會持續的密切觀察 由於受到聲音現象的影響 從美國非洲到中東都傳出驚人的 龍捲風跟暴雨 釀成了不少的災情 那麼畫面上看到巨大的龍捲風 直接穿越馬路 恐怖的程度不輸災難電影 路過的車輛也紛紛減速 就怕再往前開也會遭殃 那麼位於中東地區的阿曼跟沙烏地阿拉伯 也是下雨下個不停 上週單日雨量比平常多出一到四成 至少二十人不幸罹難 專家就認為氣候變遷再加上聲音現象時的怪天氣越來越頻繁 而且幾乎成了全球趨勢 中國最近遇到的極端氣候更是駭人 湖南長沙更是突然下起了暴雨跟冰雹 巨大的雲層厚到陽光沒有辦法穿透 讓人吩咐清是白天還是黑夜 那麼當地陣風五一樓凍結廉價 許多民眾搭火車返箱 無數個巨大水柱 那麼就從火車站的大廳天花板降下來 零的旅客一神獅 太嚇人了 太嚇人了 太恐怖了 完全都黑掉了 天空一秒變黑的形容一點都不誇張 天呀 這是十二點的長沙 這麼黑 該不會是妖怪要來了吧 中國湖南長沙 四月二十九號上午開始下起暴雨 加上巨大冰雹 民眾不敢相信日震當同的中午時刻 雲層竟然可以厚到幾乎完全遮住陽光 但來到長沙南站的民眾 卻措手不及被淋得一聲失 許多人踩在積水中 不忘拿起手機拍下數不清的水柱 不過戶外卻是顯像還身 只見一名女子拖著行李撐傘走在風雨中 大風竟然吹起不知從何而來的鐵皮 幸運的是被砸中的是行李 女子拔腿狂奔 長沙的路燈馬上被迫加班 高隆民眾像是可以開始欣賞夜景 鹽水等財損還需要統計 而當局表示 一週內北方天氣晴朗 但要盛防沙塵暴 而南方水氣偏多 還可能再次發生超強雨勢 要民眾出遊務必小心 臺北市成功高中 有一個很特別的畢業傳統 那麼就是每年畢業考之後 高三學生會把書從高樓往下丟 象徵告別高中生活 那麼今年有一名高二在校生 趁著學長們丟書慶祝的時候 就跑到操場去放煙火 插點釀成火災 那麼為了滅火 學務主任插點受傷 高中校園籃球場上突兀的出現 一核煙火不停噴射出火花 學務組長站在一旁思考如何滅火 下一秒學務主任衝出來用力踢一腳 這一踢反而讓煙火核失控亂飛 火花四件 差點燒到主任自己身上 這段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也讓不少人直呼好危險 趕快趕過去的時候 身上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我也沒有辦法 我只有想說踢人那一腳 看可不可以讓它挺住 那如果沒有什麼作為 好像也不太行 對 就只是這樣單純的想法而已 未來的話可能構造一些滅火毯 什麼東西都要塗上去做處理這樣子 事發就在四月三十號 成功高中每年在高三畢業考結束後 都會有丟書傳統 畢業生們將課本從高樓往下丟 一方面是釋放讀書壓力 也象徵告別高中苦讀生活 不過今年丟書活動中卻有一名高二同學 趁亂跑到操場上放煙火 雖然氣氛很嗨 但當時操場上都是課本等毅然直累 這樣的行為真的太危險 輸的部分我覺得還勉強可以接受 但是丟放煙火有點太過分了 就是去年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那這個明年應該就看不到啦 本身就不應該出現在那個校園裡面嘛 氣氛就很就然後大家都很熱情 雖然放煙火這不對 但是他踢那一腳 其實會更危險 所信當時煙火即時撲滅 沒有造成傷害 但這樣的危險行為不可取 消防將在調查後依校規進行懲處 高雄某國小的張信校長 傳出社犯偷拍案 檢方調查發現他疑似 在朋友家裡的浴室內 裝設了針孔攝影機 多名被害人當中 還有一名未成年 檢方掌握事證之後 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 雖然這名校長涉嫌偷拍地點 並不是在校園內 不過學校已經進行了反針孔監測 來保護學童的安全 教育局就表示 這位校長已經被停職調查 一旦判刑確定會予以解聘 他也成為臺灣教育史上 第一個因為偷拍嫌疑 而遭到收押的校長 同學們你知道犯罪集團 都有什麼樣的話術 讓青少年受騙上當嗎 最新統計資料就顯示 兒少網路詐騙近五年 有翻倍的趨勢 最令人擔心的是 其中有三十個孩子受騙之後 自己默默承擔 並沒有告訴家長 究竟可以如何防範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收到朋友傳來幫自家毛小孩 投票的訊息 不宜有他按進去準備投票 但這時卻要你輸入個資訊息 這就是最近流行的詐騙手法 利用某寵物降低你的戒心 同時落入到他們的圈套裡 成為網路詐騙的受害者 不只有大人 就連兒少受害的案例 也層出不窮 小朋友他在網路交友 或者是接觸到的人 會不會有一些不適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測的 所以我們當然也會很害怕 家長自己本身也要去提升 自己的一些網路使用的知能 或是提高自己的一些 防詐的意識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 網路犯罪手法居灌的 就是詐騙 從2018年到2022年的統計 兒少被詐騙的案例 從442件飆升到834件 網路詐騙的手法 不斷推陳出新 根本防不慎防 兒少常常身處於 網路詐騙危機之中 卻不自知 那有一些孩子是因為 在真實社會裡面關係不好 變成是在數位環境裡面 求溫暖 求人計 然後慢慢就陷入一些的 風險的可能性 基金會就統計 當孩子被詐騙後 有告訴別人的 佔比有七成 但是沒有告訴其他人 選擇自己吞下的 可是佔了近三成左右 因為在這個階段 兒少他們自主 他在發展他的自我認同 所以他不敢講很正常 因為他就覺得 我自己可以啊 我是有能力可以解決 但是真的有能力嗎 其實是一個問號 後面可能涉及到 比如說你帳戶啦 被盜用啦 然後變成是一個人頭帳戶啦 那涉及到法律議題的時候 等於是慢慢變嚴重了 那可能他才會求助 或者跟家長講 在遭遇到網路詐騙的情況後 基金會調查 兒少沒有告訴別人的 前三大原因是 覺得是小事一件 佔比45.1% 怕被知道後 反而麻煩 以及覺得自己處理就好 都佔了四成一左右的人 讓人看了相當憂心 我們也告訴這個孩子 家長其實不是在罵你 也不是說就是 這是要責怪你 某個部分來說 最主要的核心是 擔心他 心疼他 察覺孩子的情緒 網路交友裡面的話 會影響孩子的睡眠 孩子的情緒反應 然後孩子會不會躲躲藏藏 然後不想讓家長看到 那或者是底下跟誰在通電話 看來要杜絕 孩子成為網路詐騙的受害者 不只要靠學校師長們的宣導 家長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可得要有更高的警覺心才行 網路詐騙事件越來越多 而且受騙的年齡層大幅下降 待會Minus18大膽說 我們要進一步來詳細分析 數字的含義 還要破解詐騙手法 請同學們提高警覺了 有些網址就看起來很奇怪 就不會點 對啊 然後有些可能是簡體字 然後就不會去看 其實我都會傳給我媽媽 然後她都會跟我說 她都會跟我說 就是網路上很多東西都騙人 然後就說不要相信 同學們有遇過網購商品 已經匯款 但是賣家卻是已讀不回嗎 不要覺得不可能 這樣的案例層出不窮 本週MinerC Team大膽說 就一起來聊聊 同學們你有遇過網路詐騙嗎 因為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最新統計 去年1到5月的網路犯罪 已詐欺案最多 高達2484件占了4成 那麼值得注意的是 短短5年被害人數 暴增將近1倍 其中0到17歲的兒童 以及青少年受害人數 從2018年統計的442人 最近逐年攀升 2021年因為疫情爆發 只能在家線上上課 使用3C上網的時數也增加 被網路詐騙的兒少案例 也跟著變多來到了557人 2022年受害人數跟2018年相比 可以說是翻倍 飆升到834人 為什麼會突然人數激增呢 根據基金會的調查 同學們在網路上看到可疑的資訊 真正會去查證的人只有5成2 不會去查證的人則是占比達到 47.4% 這樣看起來其實會查證跟不會查證的人 根本相差沒有多少 看起來大部分的同學們警覺性都不太高 最常遇到的詐騙情況是第一名消費詐騙 青少年對於商品價格的警覺心比較低 容易被出列的消費的網頁或者是仿冒品給吸引 那麼第二名是私密罩詐騙 這也是對青少年傷害最大最深的詐騙手法 很多家長都以為只有小女生會被騙 其實男性被騙的也很多啊 第三名則是打工詐騙 不孝業者打出線上打工的噱頭 號稱可以利用零歲的時間賺錢 而且不用跟爸媽報備 最受年輕人歡迎 那麼第四種是雙重詐騙 不孝業者專門鎖定已經受騙上當的孩子 當同學們想要把被騙的金錢 拿回來 或者是擔心自己的私密罩會被流出去 想要取回照片的時候 如果在網路上遇到了假幫忙 真詐騙的人就很容易上當 同學們遇到的網路詐騙話數有哪些呢 一起來看我們的街坊調查 那個Messenger啊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陌生訊息 然後那個陌生訊息 你通常都會是什麼 喔你是不是玩了什麼什麼遊戲 那你對這個就是有價值有興趣嗎 這些的 然後但我通常都沒回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垃圾巡視 我目前是覺得說還算可以分辨 因為像網路上那種 就是一大串然後突然來找你的 然後就問你說要不要買什麼的 就那種一看就知道很假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心形的話 就不太能保證能不能分辨 有些網址就看起來很奇怪 就不會點 對 然後有些可能是簡體字 然後就不會去看 就是傳一個就是 類似就是連結給我 然後請我幫他就是驗證 然後填我LINE的密碼 跟我的電話號碼進去 可是最後那個連結就是沒有 就是進去你 因為我手機好像有就是那個 防禍的牆 他就把它擋住 我就沒有進去 然後後來還要傳信息給我說 不要再填 不要點進去那是詐騙 我千里現在不要被騙 就是那個 他們好像倒入了我媽的那個Meta帳號 然後那個 就用IG傳給我 說因為有個投票玩家 可以幫我投 然後我媽的帳號傳給我 然後我本人非常的笑聲 然後就馬上就說 好 我幫你投 他又輸入那個LINE的帳號 跟LINE的密碼 然後我就覺得很LINE 然後我就把它丟在我的IG上面 然後說大家幫我媽媽投這樣 然後後面還說原來那是詐騙 我看到他IG帳號粉絲只有一個 看起來就不像就是 一個經營很久的 就看起來是詐騙 我沒有跟我爸說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沒有 就是弄一些色情的東西給我 我就不會說 就我這種事可以自己處理 像我媽之前買的那個益生具 他就是地點也沒有很詳細 然後電話也沒有很詳細 他就只是一個粉絲專業 甚至沒有一個很正式的網站 也沒有聯絡人 也沒有負責人那些的 所以其實蠻明顯是詐騙 就是要記得自己訂單有訂什麼 因為最常預見的就是取貨方面 可能會有詐騙 那就記得自己有訂什麼 然後注意他是不是官方的消息 FB的Messenger簡訊 被私訊說什麼 請幫我們加入這個遊戲 我們可以幫你 儲值一萬塊的虛寶 那你怎麼辨別 一萬塊 為什麼會有人沒事 幫你儲一萬塊 一萬塊 就無視他 封鎖 簡訊 網路詐騙的手法不斷地推陳出新 兒童跟青少年的詐騙案也越來越多 專家點出了盲點 如果家中的長輩們沒有特別叮嚀 孩子在網路上的防禦力 很有可能會是零 真的會是這樣嗎 我們就來看基金會做的調查 在生活當中有人教你 避免被網路詐騙的知識碼 其實就算有大人在旁邊提點 還是有兩成的青少年會被騙 更別提如果沒有長輩在旁邊耳提命命的話 青少年被詐騙的機會將提高到三成 那麼基金會也透過模擬的實測 來了解同學們是否容易被詐騙 結果就發現超過七成的學生 都有初步的防詐意識 但是如果遇到一次被詐騙的情況 大家都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求救呢 高達6成6的同學第一個會做的是 詢問親近的大人 以及撥打165反詐騙諮專線 再來會有超過四成的同學會使用 警政服務APP或者是問老師 超過三成的人會詢問同儕 手足或者是用LINE訊息來查證 值得注意的是 還是有9.1%的同學會詢問網友的意見 那麼在生活當中 家長們會如何教導孩子們使用網路 以避免成為網路犯罪的受害者呢 一起來看我們的街房交場 這個很難防欸 所以就是只要要個資的 對 就是就可能就是一定要提高警覺 家長就是從小要給孩子規範 那孩子自己要那個訂立 你如果小時候 在他小時候你給他使用手機跟網路的時候 你放太多了 你太開放給他用 沒有限制 長大要再收回來很困難 網路用量 你說現在每個 只要學程式語言這些東西 網路應該是無法避免的東西 與其擔心他不如先教會他怎麼保護自己 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買東西的話 那應該要跟家長討論 不明來錄的東西 或是不明來錄的網站 就不要去點開它 然後都要認證確定是 官方的才去購買這樣 不要因為便宜就買 在外面畫畫世界嘛 所以如果我們不限制的話 那有可能他們就會無限制的 被這些外面的畫畫世界給迷惑了 對啊 因為最後那些也都是家長在承擔 可能他在看什麼 會去稍微去注意一下 要看什麼東西 不要說就是放任讓他去用平板這樣子 盡量去教他怎麼選擇東西 對啊 然後就是老套 就是說不要亂相信別人 什麼付錢的什麼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盡量就是要跟我們這樣 就是主要是小孩的觀念給他導正 不是說怎麼預防 網路上可以鎖住一些 就是不適合小孩的 那就會把它鎖住 然後每天限制他使用手機的時間 可能家長睡了 那小朋友他做了一些什麼 其實我們也不會知道 對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除了父母要注意以外 政府也會希望相關單位 可以幫我們做把關 政府應該要制定相關的法規 然後必須要非常厭懲抓到那些 因為我覺得會有這麼泛濫的犯罪 就是因為我們的法規不夠嚴謹 青少年就是還是要跟他們多聊天 就是要建立一個比較友好 而不是都是用以上對下的 然後罵他之類的 他就不想跟你分享 在這個世代 網路又無法避免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要比較 讓他們知道說什麼狀況之下 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而不是說別人叫你做什麼 你就去做 然後跟家長的關係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就是他們的後遁 但是如果我們常常 可能他遇到事情 我們就先責備 他們可能久了也不太願意說 那我就覺得這樣 我們連他 讓他後遁的機會都沒有 很可惜 但是小孩 對啊 也會很可憐 很多孩子在網路上遇害 都不會主動跟家長說 虛擬事件暗藏危機 家長們到底要去 怎麼教孩子自保 而且把傷害降到最輕呢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象鼻子親職教育協會 秘書長李家梅來跟我們分享 秘書長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 以及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象鼻子親職教育協會的秘書長 我是李家梅 網路詐騙的訊息 防不勝防 那麼家長們要如何在日常生活當中 觀察孩子的變化呢 最讓大家傷腦筋的是 要怎麼拿捏孩子使用3C的分寸 才不會讓親子關係處於緊張的狀態呢 因為我想很多的家長可能會想要限制 開始限制孩子 每天使用網路多少時間 那我想我們如果前面是開放的 你先要突然緊縮 這個由深入簡單是非常困難 我們只能說用一個亡羊捕撈的方式就是 你開始跟孩子談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分享網路的時間 把在網路上的時間當作彼此的親子時間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危機轉為一個轉機 可能你跟孩子真的沒話說了 每天可能回家之後 你可以利用網路這個話題跟他談 你今天都在看些什麼 那你也可以告訴他說 那我爸爸媽媽我在看什麼 我們用一種分享的方式 然後我們把網路當作一個媒體 一個媒介來促進親子的溝通 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這件事才有可能改變 如果你有實體的跟孩子相處 把他當朋友 你應該會知道他現在都在網路上 他掛在網路上的時間有多少 而且他都在看什麼網路 那如果遇到了問題 孩子也才能夠像朋友一樣 跟你訴苦或告訴你他遇到的情況 也就是說 所有的問題應該是從家常開始的 進而開始去思考 你如何用真實的時間去陪伴孩子 例如你有沒有可能把網路的時間縮短 所以相對的你有沒有可能帶他走出家裡 到戶外去 去做運動 去賽步 或者是說帶他去看展覽 或是說帶他去參與更多實體的活動 讓孩子覺得他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需要掛在網路上 而是他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接觸 實體的社會 的確 多陪伴孩子是遠離網路詐騙最重要的方法 今天很謝謝秘書長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各位同學們在網路科技發達的時代 要做到完全的斷網 真的很難啦 提醒大家 陌生的訊息以及網址都不要回應 強化自己的敏感度 警覺心跟查證力 才不會成為詐騙集團的帶罪羔羊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意見 記得到我們節目各大平臺留言 表達你的看法 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內容 可以在YT IG以及FB搜索少年新聞週記 記得要追蹤起來喲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潘趙雯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賽事宣告